女子身體不舒服 來到算命館求神 問補只見女雞童 坐在隔壁念念有詞 女雞童不管念什麼 對面的算命師都能翻譯 說女客人被英靈纏身 必須得做法處理 女雞童說的 真是來自神明的語言嗎 無法確認 但女客人相信了花錢消災 會在兩張板凳前做事抱小孩 女客人當場痛哭流涕 做法處英靈加改運 總共花了兩萬五千元 但沒想到做法影片卻被公開 讓女客人覺得顏面無光 女客人不滿隱私被公開播放 家人也控訴根本是騙錢 實際來到這間算命館 果然看到其他客人 燈門拿衣服鞋子除英靈 也是跟影片中十分雷同 有一名女雞童在旁邊念念有詞 還拿手機錄影直播 我講天語並不是我想講的 而是我的靈靈來 我就自然會講了 不會拍到你的臉 他也說好 他怕這台有夠妙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同行應該要互相尊敬 而不要攻擊 算命師曾經價錢公開透明 寫在牆壁上 除兩個英靈兩萬元 改運一萬八千元 英靈衣服五千元 總共四萬三千元 只收一萬五千元打三到四折 但過程影片被公開PO網 是否涉及侵害隱私 雙方各說各話 不排除提告處理 替走國政王書宏高雄 到